台北市的新市建設在最近幾年多時 已經開避了不少公園,增加了市民活動的空間 經開避的一些道路,也提供了很多林蔭的行人道,或是美化市民的力氣 上次對台北市的180萬市民來說 每一個人所能夠享受的公園力氣 還是太高,距離軍事鄉村化的目標,還是太遠 全民政黨蔣經國,在新貢任台北市長的消費協議上 已經曾經以中山區居民的身份 翻譯具有鄉下人、全民主義的鄉村區市長 蔣任黨指出,台北市政府需要鄉村的風味 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夠進行軍事鄉村化的建設 中山區市政府和台北市政府要進行軍事鄉村化的建設 台北市政府要進行軍事鄉村化的建設 台北市政府要進行軍事鄉村化的建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